大家好,我是陳錦鴻 你現在聽的是234 Channel 我是演戲的 我演戲做了很久 到現在轉行去做播音 我真的會做播音的 其實為什麼要做播音呢? 我覺得播音比較主動 將自己的想法完全傳達出去 張錦晴是我同學 我和他一起生活過、住過 他很有天分 在演戲方面 藝術方面他其實很敏銳 哪些位置好、哪些位置不好 譬如他對美這件事很獨特 譬如他選老婆、衣著、劇本 他都做得很好 以下的內容 純屬嘉賓主持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事 朱華飆沙展 你隸屬港島區重案組第一組 為什麼? 你在救惡人士之後 在同一個單位裏面 辱罵和偶打 帶領另一隊警員的呼吸独察關於城 阿Sir,你知不知道 我捉綁匪那件案子的時候 很多伙計受過傷 原本有個腳這麼傷 子彈打碎破落 醫生我怎麼黏都黏不回來 另一個呢 子彈打穿了個肺 他平時坐在那裡說話都是 這樣 知不知道我們為什麼會出事 原本沒有死 原因就是 當日關Sir細神佩願地跟我說 他在房間裡只有狐男子 沒有人在 一個人知道 上去有什麼問題 開槍射他 哇,多激 我說當我帶他上去 踢開門的時候 一個狐男子 抓住他人子 右手握著東西 他整班伙計都被捱 然後被人當把子彈打 避都沒得避 你知道嗎 電影冰箱 好,又是我 又是我 我現在正在做這個節目 因為這個西藏團上太厲害了 阻礙我們發展 你有沒有聽西藏團 我沒有 搞錯 我沒看文 我聽了 我自己去過西藏 我看來還在想 去過一些不同的 他們又去挑戰一下那些女兒 停車 他們根本說不到重點 雖然我沒有聽 但我讓我看一些人留言 重點是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去西藏那女兒可能很寂寞 那也是 我去西藏 我最少遇到四個女兒 是因為失戀走了去西藏 而應該有兩個時候 夠夠 如果都OK 有兩個時候 有一個人說 我夠了她的名字 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不是很好笑的 因為高原反映 那些人去西藏 覺得自己過得很厲害 一上去2000呎 就高反 然後就拿了葡萄給她喝 喝了就好一點 很多的 然後她覺得我夠了她的名字 就打算以真相去 她沒有說 那些人說明 之後我下車 我扭電話 但我有些事做 我下車 然後自己去找Hotel主 然後沒有聯絡 但不行 她說那些人不洗澡 又不是很可以洗澡 那些人不洗澡 那些人不洗澡 那你不洗澡 那怎麼辦呢 還有我想說 我也是那句 可能我身體是生死弱 去到那裡 我不要做什麼 我走都不想 辛苦你上來 很老實 但是那幾個叔叔 很會衝勁 他們很厲害 可能我 真的好 走樓梯都不想 他們又跑 我怕死 這個不是重點 好 今天說 今天說Angel Baby 是 我又想說 雖然過了 過了幾天 因為 都不是過了 過了很久 曉明大哥 和Baby Baby姐她結婚 是 因為我有個 內地 我有個微博的 那些內地的朋友 就是旅行識的 多數都很羨慕 又說 Angela Baby很漂亮 那 他們貼了一些照片 我看著 Angela Baby的樣子 我再看一看 曉明打的樣子 這些就是夫妻照 曉明蛋糕 那個下巴 繞到 要是他們兩個 同一個父母生 要是他們同一個醫生 沒有辦法 下巴是 他打那些BOTOX 捏出來的 下巴好像是可以打的 即是打一些東西 打到一塊 那塊是可以捏的 好像那些泥膠 打了後 他就會腫了出來 然後他會跟你捏的形 很恐怖 不停地打 即是要保持著 你覺得很恐怖 不是的 整容是這樣 你有沒有看韓國的節目 沒有計算削臉才恐怖 整個 只是在口裏面 即是要在口裏面做的 要削了一個鱷骨 削爆了 然後 批到變成尖臉 很恐怖 又要忍耐 還不知多久才會養 如果我很養 我可能會考慮正常 即是要計算很壞 即是壞到不一定 大哥 你真的看到他們 你覺得看得到 也會痛 但這個世界就是這麼欺人爭的 為什麼你插不到 那個Heaven 不是不是不是 沒有什麼 你繼續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我先介紹今天的嘉賓主持 就是伊樂 藍天雪地的主持 打籃球找他 不用找我 你是一代名將來 我知道 我就打過一下 我們一起打一下 即是要叫所有主持 我們挑戰一下 我們剛才說的 Baby 還想說 那些 我想說什麼 整容 我想加多一點 明星整容 大陸明星整容 我知道 我在韓國那些 那些人整容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興奮的 你的樣子生成怎樣 是真的很大分 吃雪糕大杯 你的樣子如何 你的人生也必如何 還看種族 這個也是其中之一 你是鬼佬 那就更加 就像有一次我和探長 在他樓下的Pub那裏 喝東西聊天 然後有個鬼佬彈結他 然後有一群香港人 好像不知道他認不認識 我和探長是音樂人 鼓佬 他很厲害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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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鬼佬彈結他 還在唱歌 那個鬼佬彈得很像 那個鬼佬 很像我和探長 很像探長 很像探長的冷面 那些 不太說話 一說就很嚴重 後來 他唱歌 嘩 那個唱歌 是很壞的 我真的買他掛包 我跟他說 給他五元 他閉嘴 那個男人還唱 接著那些香港人 有些年輕人 有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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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美 試試那個不是鬼佬 你死了 我試過有一次 希望各位朋友不要聽這個節目 話說有一次我朋友結婚 那我新 劉長哥 那個姐姐的兒子是鬼佬 那大家好像 不知道為何 好像很特別 因為我們整班朋友 從外國回來 我們把嘴都賤 我們就說 那些鬼佬在加拿大 摸你街不雪糕 有多厲害 你明白嗎 可能香港人 或者很多亞裔人士 見到鬼佬 就 但其實有些鬼佬 是垃圾 其實我想說 大部分在大陸 的鬼佬 都在他們本國 是垃圾 我想強調這一點 那你行就不用什麼 甚至 甚至 那些爛身爛細的鬼佬 老實 又是那句 我爛身爛細 就是廢青獨藍 他爛身爛細 他也是廢青獨藍 但是他是鬼佬 你就覺得他好爛 沒錯 有時是這樣 我們都是給荷里胡的電影 這個是真的 我們看荷里胡的電影 但是 例如我哥 他沒什麼打工 例如我小時候 我和他一起 我都會覺得鬼佬是高級一點 但是做了 我們接觸多鬼佬的公司 我們就見得多一點 因為公司都是美國公司 經常都接觸鬼 那些鬼好爛系 很多很多 但是美化了 你永遠都會在電影看 鬼佬是高級一點 所以你說人家的軟實力 是真的有一手的 鬼佬 就是一個英國佬 一個美國 美國就是電影 最主要 他已經刻畫在我心目中 就是鬼佬是優越一點 是高級一點 英國鬼 就是聰明 來得香港的英國鬼 就一定是精英 他才會來很多 很多都 擺得下來政府 看到你走出來的 就大部分都是精英 但是你說 反過來他本土 其實我的同事 我沒去過紐約 我的同事 我哥哥那些 經常覺得紐約很厲害 我的同事 有些去紐約回來 他們說 鏡頭拍不到 又轉黑衣 那些街 爛爛了 又有人偷東西 又多黑衣 一能洋 其實人就是人 沒有分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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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家 比例如電影 或者電視 都實在是優化了 一個 西方人 百種人 那個優越感 或者你會不喜歡黑人 我們都會不喜歡摩托 一叫摩托 當然是賊 坦白說 你問我 我心裏面 我看到摩托 我都會不其然 是瞄的 在內心深處 我會第二下 我才提醒自己 不要瞄人 很多東西都是 但是 第一下 湧出來的心頭 是沒辦法 從小到大 香港的電視電影 都是把摩托 或者印度人 醜化了 或者低層次 一定是 不是搬東西 就是鼓滑滑 賺食 鬼鬼馬馬 不知道做些什麼 阿X最慘 就是南亞裔人士 最慘是被人 表現了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搞摩托 當然是機的 一定 即是你假的 你覺得他 朋友 他真的沒有了 你屁股 你還不習慣 但是就是 有時候我們從小到大 就電視電影 香港那些 或者什麼都好 是把他的印象 刻畫了下去 就是 朋友 他當然是搞你屁股 混蛋 我會這樣說 我會這樣說 華裔人士 就經常被國有歧視 是的 有些事情發生 但我想說 大部分華裔人士 都是歧視人 也是 例如你很歧視黑人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 如果你說到 被人歧視 那樣大力深入 變成歧視黑人 其實你跟那些白鬼沒有分別 你問我 這麼多年 大家讀歷史都知道 天朝大國 說一些 蠻夷 北方來的不認識字 你這麼多年都歧視人 你跟我說 現在你被鬼歧視 其實我覺得是報應 如果是有這件事 也是報應 即是香港人 經常說人歧視 其實香港人也是其中一個 很喜歡歧視人的民族 即是中國人也很喜歡歧視人 香港人也很喜歡歧視人 但又經常覺得別人歧視他 但說到底 算了 西人是否歧視很多 我也覺得是 白種人 是否他們自以為高些 我也覺得是 某程度上 有時又是你們自己造成 你見到別人 硬是好像別人高些 那你就低些 你又不需要太過 見到別人 哇厲害 有什麼厲害 鬼都不就是鬼 所以聽我說 下次見到一個鬼佬 你心裡跟自己說 這個鬼佬 在外國不是有筆雪糕 叫他 這樣跟自己說 你會舒服一點 那些港女不是這樣想 很多都是 你明白的 她總是衝過去 正 講英文很厲害 總是覺得講英文 不知道為什麼是特別好 很奇怪 英文當然是好 那你不叫他講廣東話 你叫他學 學死他 主要語言在香港 以前是覺得 懂英文是好一點的 坦白說 如果你講廣東話 你懂多一個語言 是真的OK 但是你說 英文跟廣東話去比 或者英文跟國語去比 英文是否一個高級的語言 不是 都只不過是一種語言 其實我真的跟歐洲鬼談過 其實很多歐洲人都懂英文 為什麼呢 因為西方語系來講 英文是容易學的 例如你懂法文 你學英文你覺得很簡單 德文 那我也不説 因為法文是很複雜的 他連死物都分男和女 這麼糟糕 英文在文化上和語系上是簡單 相對簡單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學到 在這個所謂business世界 當然因為英國和美國很厲害 但因為他真的是容易學 對那些外國人來講 對很多不同的 德文法文什麼外國人來講 是容易學到糟糕 所以為什麼這麼廣泛 簡單來說 就是給一些智障學的語言 你要我再喘息一點去講 相對比較簡單 不過其實我們講那麼久 我們是講戲的 其實今天就講一套 不是那個導演拍戲 但是跟那位導演很有關係 是 我們講全職殺手 那全職殺手 是杜琦峯和別人合道的 Sorry 合道的嗎 這裡我不記得了 因為有個執行導演 我看完之後 我已經不記得了 對 我是 OK 那全職殺手就是 彭浩翔演員小說 是 老實 這傢伙真的是 香港的鬼才 因為我看完之後 這傢伙很瘋 他那時候 我不知道是雜誌還是商台做 他就突然辭工 我要寫小說 問行自己二十幾萬 然後閉門一年寫出來 接著就 討伐歡迎 有廣播劇 有廣播劇 廣播小說 廣播劇 就找了劉德華 做電影《快點龍師》的角色 謝霆峰 謝霆峰做 托爾還是托迪 托爾 托爾 然後好像說 劉德華覺得故事很好 他就找了人拍 甚至是杜琦峯聽了廣播劇 覺得很好 就找了他們拍 就拍了個故事出來 那 炮祥人的確是一個鬼才 事實上 我們休息一會 然後回來 正式說一下這個戲 我已經跟網友說過 我們的網聚 是要二十包薯片 三十塊羊扒 和四十支狂泉水 不是呀 是二十塊牛扒 三十罐午餐肉 四十個杯麵才對 你幫我爭 都說是二十支汽水 三十塊豬扒 還有四十袋麵粉 我都說不是 你兩個爭什麼 你兩個不要再爭 我給你一個號碼 什麼號碼 不是股票號碼 759 你進去759 我管你二十包薯片 只是三十塊豬扒 只是四十塊羊扒 你全部搞定 你記住這個號碼 759 對喔 進去759 買東西都不用四處走 好喔 想聽真話的 不要走開 大家好 我是古明華 大家知道我是做什麼的 沒錯 我是演戲的 最近我也不少劇情出的 不過大家要留意的 並不是我演戲 就是接下來一個二三四電台 將會介紹很多戲劇 大家喜歡聽的東西 不要走開 記住 你在聽的是二三四頻道 我是古明華 為什麼我後面有這麼多聲音 就是因為我演戲的 那些聲音全部都是我扮的 大家如果想知道我演戲做成怎樣 不妨聽二三四 你在聽的是二三四頻道 我從小到大都覺得自己可以 好 讓我說完最後這句 這部戲其實 真的有點難看 我覺得到其中這一部 我是不喜歡的 我覺得不太好看的 還有我不是在戲院看的 好似是看翻版碟的 我記得還是偷拍的 當時很流行翻版碟 因為當時我是非常不喜歡劉德華 因為實在太過裝飾了 受不了 她的戲套套都是這樣 很難受 所以我就沒有戲院看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個翻版碟 就是在我家的VCD 開來看 還要拿機器來偷拍 因為我那套戲的顏色 好像調得很暗 我印象中 偷拍就更加暗 還有人走來走去 看完 我好像有看完 因為我沒有看小說 我不太明白那套戲說什麼 所以到最後 我是沒有什麼印象的 所以你倆看小說 看電影 交給你倆說 為什麼我會認識這套戲 其實我也是跟阿天一樣 我也有去看小說 那時候我還要入書展買這本小說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 我面前的肥仔就是很長的 就是我走過去那個檔攤去看 這本叫全職殺手 挺有趣的 拿起之際就有個人推銷我就是這個肥仔 他自己站在那裡推銷 他的本書就是講一個殺手的生活 這個殺手 我想有別於你以前看電影 或者其他小說講的殺手 我看完之後 好像挺有趣的 上下策加起來都是一百元鬆一點 我記得買了 我兩本的 對 上下策的分 買的時候 我旁邊的同學 立刻在我耳邊說 快點抓去簽名 這不是就是彭奧場 然後就這樣簽了 然後就問他 即場就問他 我買了這本書 其實一陣子 可能我和Tim 和大家一起分享 《韜希》 跟本小說的落差 真的挺大 其實很多時候都有這個情況 看完書 有好的落差 我覺得西片更好 譬如我看《Quinite》 《Quinite》 我看完那幾本書 拍得也叫接近本書 《家人》 就算了 《家人》 還需要大受歡迎 批評一下 不得了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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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說他為什麼會寫這本小說 還有為了寫這本小說拿了很多資料 他聲稱約了三個殺手見面拿資料 他聲稱 他真的有別於我認識殺手 因為一般的殺手 包括一會兒講一部電影 你會覺得殺手很有型 英俊 即不是殺手不太難那些 大胸拍人那種 但是他真實說 例如那個角色O 他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人 他為了掩飾自己的身份去做很多事情 包括他要做到自己的外表很平凡 他改名也要很平凡 應該這樣說 劇套戲和小說的大朗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說有一個所謂第一殺手O 他在殺手界橫行 他做事是很小心的 相反而言 突然間爆了一個人出來 就叫做托爾 他就是很高調 高調到很誇張 其實理論上小說的故事 電影的故事 主線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但是基本上我們很多看過小說的人都覺得 他把小說一些重要的位置都沒有說 或者認得很少 例如舉個例子 因為大家都明白 電影傳奇殺手找了反丁龍屎 去做O的角色 大家都理解當時很紅 拍GTA那期 不是GTO那期 問題就來了 小說的O 小說裡面的O是很低調的 他低調到很害怕人知道他是殺手 他樣子很普通的 反丁龍屎的樣子是不普通的 他已經是做不到那種 大家覺得很低調的感覺 還有很多細節 如何形容他做一個很低調的殺手 其實他都做不到的 譬如我覺得 他很少去描述這個殺手要多麼低調 甚至第一幕在電影裏 我想殺人不需要全世界都知道你在殺人 他追了他的日本朋友開槍打他 跟著在車站上全世界都認得你 但是在小說裡面的O 是數字很謹慎 所有東西都是盡量以最少人見到他殺人 來去進行 第一幕我已經覺得 這麼有型的反丁龍屎 說全世界都在車站殺人 不是這樣 對我來說看小說裡面的時候 還有他的O裡面 在小說裡面講得很清楚 他為何做殺手 因為真的是賺錢 就是賺錢 我不是很記得電影有沒有說過 但我印象中就沒有 而好像剛才這樣說 反丁龍屎實在太有型 還有在這麼熱鬧的地方殺人 其實我覺得就不像小說裡面 描寫的O 而第二個問題就是 托爾的角色 本身其實都沒有什麼 落差不算太大 但問題就是 劉德華年紀太大了 我感覺上 其實那時候 謝霆鋒是比較像托爾 反而是那些廣播劇 因為 怎麼說呢 劉德華那時候 我不敢說 八年多 四十歲 他做的事情 我覺得有點昂糕 反而你如果年輕一點 我明白 那個人的年紀 就像我們之前說的《美麗有罪》 那個人沒有那麼狂妄 你可能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會想一些這麼昂糕的事情 這麼輕跳 但是你四十幾歲 我很難相信你會這樣做 另外一個關於托爾 又是做得很差 小說裡面有說 托爾是一個電影迷 其實他會每一次都會去交代 我每一次進行殺人的任務 是仿效哪一套電影 但是在電影裡面沒有 純粹就是一句的 劉德華自己的描述 唐伯 就說他很喜歡看電影 他很喜歡看電影 是這樣的 角色上面已經是 和小說落差都很大 還有 這套電影 我覺得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我檢查一下 是天莫帕 天莫樂德華公司 哦 是的 很明顯 抄襲那間 是的 很明顯是商業上 考慮他找了 返丁農司做 但是 其實很影響 大家裡面的議員的表現 很簡單的例子就是 返丁農司就是講日文 沒錯 劉德華有時候 跟林雪都講英文 然後他跟返丁農司 我不知道他們講英文還是日文 即是說一些不是自己本身的matter language 會 然後我記得任達華會跟其他人講 不知道講國語還是什麼 英文 因為他是國際型 他跟英彩也是英文 即是我明白 大家都在香港讀書是英文 但是 你突然間轉個通過英文 除非你是Peter G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很 即是真的影響到你的表現 一定 你會覺得 就像劉德華講英文 我知道他讀書好的 可能他英文隨時好 我也不出奇 但是聽起來是有點奇怪的 講國語的英文 你和林雪講國語的英文 你沒辦法 劉德華的英文 一定是很港式的英文 你聰明得多少 你學極 你始終不在那裡生活過 你那些英文一定是有限的 你一定是 譬如我的同事 你誰講港式英文 你做多高位都好 你不是在外國讀書 你的英文多厲害都好 你沒辦法去到 即是在那裡住過的那種 或者在那裡讀過的那種 或者在那裡讀過的書 一個長城的讀過的書 分到一聽就聽到的 其實我想最主要是 即是大家要明白 如果不是自己的語言 不是自己的語言 不是自己的語言 你做什麼都要想一想 你才講出來 即是好像我們現在做節目 我當然腦子會思考 但我是不用想很久的 但現在你突然間要我轉個通過 去講英文 這句是這樣的 我要這樣講的 當然會影響到那些表現 我會這樣講 例如 例如 他 托爾有很多位置 sorry O有很多位置 他都沒有寫出來 我覺得很重要 例如 好像 我剛才講過 他會用很長時間去講 他怎樣隱藏自己的身份 例如這傢伙 例如他會放很多架槍 為何會放很多架槍 換那些模型槍 就是如果很不幸 被人揪到身上有架槍 你都可以兜說 是模型槍來的 你可以回家看 即是那類 即是你看到這個人 會做很多事情去檢測自己的身份 但反映農事就不是 就是有個人錯 即是太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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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可能是 他沒有交代 其實作為一個頂級殺手 你是要好處自己身體 他會說 例如 他會不停做健身 他從來不喝汽水 他只要喝有氣的水 這些是一些 跟我一樣 他跟小說 這些是小說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令你很深印象 我會是一個什麼人 明白 但他還是沒有做出來 時間不夠 一個半小時 時間一定是不夠 不止一個半小時的套戲 好像不止兩個多小時 我記得好像 沒有那麼小 時間是一定不夠 但問題是什麼 你找到到期風拍 大家知道賭Sir那些事情 他看完他的李家仔 兩個殺手 很帥 互射 互相追逐 懂英雄做英雄 即他是會這樣理解一件事 我又不是不明白劉華心態 我投資家公司 我做主角 當然是找一個我覺得最好的導演 但很明顯 杜其鋒就真的不是拍這家 很明顯是應該找到彭浩祥拍吧 彭浩祥說自己是不會拍的 因為他知道一定拍不到電影 這套東西其實很難改編的 他說 就好像自己的女兒 你也不會自己去強姦她 那你就送給你強姦 糟糕 他講一句話 其實難拍的 甚至我覺得不適合改編的 其實這套小說 彭浩祥他也沒有參與製作 我看過他連編劇都不是 他只是買了版權 所以彭浩祥大致這件事就開始紅了 很明顯他紅了之後 他做的編劇和導演 他都說過如果他本書不行 他打算去加拿大或去美國 投靠他的親戚或朋友轉行 如果這件事不行 他有一手的 因為他有人說讀書不厲害 但是他的天才兒童 他自己說 他讀書不厲害 但是他的天才兒童 IQ不知一百三十多 好像也是聰明 但是純粹是他 你知道有些人是不喜歡讀書的 他不是那些人 所以他的成績不算很好的 所以我想這套也是 我看了彭浩祥大致 基本上我看完 我也看完 但是他這本小說 其實不是那麼彭浩祥大致 你問我相對 相對是比他其他作品來講 那你看看我們轉回來 有沒有其他作品 他的電影或者他的作品 都可以不斷地說一下 好嗎 愛情會因一剎那的感覺而發生 亦都會因一滴眼淚而終結 HELLO 大家好 我是蝶龍豪漢 你聽的是二三四頻道 我做的是拍戲 唱歌之類的